李鴻鈞委員 因為李鴻鈞委員 他下午有一點事 不過他說如果我們 三個政黨 有結論他 就會接受我們的結論 我們現在還是 看看國動兄 對於早上的 這個我看第一案 住宅法 就自然來融合 那個要再進一步 細節恐怕也不好討論 那自然融合 那 第二案跟 時代力量的第三案 大家還是可以交換一些意見 尤其是第二案 是不是國動兄看貴黨團 到底希望 除了說退回 這個過程 大家應該怎麼來做會比較好 交換一下意見 好 好來 你覺得如果融合 對對造程序走 造程序走 對對就是造程序走 對對對對對沒有錯 所以 至少還 有一個造程序走的結論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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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 對 那個議事錄的登載 就是公報處 有沒有巨石把它換譯出來 那 以公報處的錄音 因為我們錄影 是整體的嘛 就是錄音錄影 是可以 如果大家 覺得一起去聽 看哪裡有不同 聽了再來 討論那一些 有不同的點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先不要假設 它要修改啦 當然如果裡面 很好啊 怎麼樣 要先聽聽 再看哪裡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以我們公報處錄的 我還是一樣的說法 這個都可以 那再來咧 再來呢 再來 再來 院會 再來院會 我們這個 如果假設進度 進到院會 我們也假設嘛 假設進到院會 院會要討論 院會要先協商 然後進到院會 院會要討論 院會要表決 國民黨可以讓我們 照程序進行嗎 哪個部分 就勞動基準法的修正啊 我們還是堅持巨石來做規制度 好啦 巨石做會議紀錄之後呢 我現在問 之後要怎麼辦 對啦 如果說 會議紀錄都 巨石來處理了 那後續 會不會讓這個 整個的程序 比較 比較 比較順利啦 就這樣子吧 總是要有 要有一個 好 大家對於 議事務 覺得它有問題 還是說這個 這個 當時在 要翻譯公報處 翻譯 這個過程有一些問題 後續也沒有啊 如果說 這個處理告一段落 要進入到院會 那院會要怎麼處理 會不會 就是大家來辯論嗎 照議事規則來處理 這樣子啦 怎麼 又回到重省了 你看我們現在又回到前面了嘛 如果議事錄 大家覺得議事錄 公報處的 主制翻譯 有問題嗎 那如果 有問題 當然 就來討論問題 出在哪 如果沒有問題 要進入院會 大家就是 我也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 那 那 如果 好 這 看完之後 有兩種可能一種有問題一種沒有問題 對啦 好有問題 假設你認為瑕疵真的很嚴重 大家也覺得說瑕疵非常嚴重 退萬部講要重審 那重審你會讓我審嗎 還是你又來站主席台呢 那這樣重審有什麼意義 就一直在循環啊 然後每次來站主席台 每次意識路不對 然後再重審 這一直狗繞 狗咬尾巴 一直繞了自己的尾巴在轉 好來 郭昌尾 我可不可以給一個提議 就是說 我們在進入10月5號 的會議討論之前 那 當然我知道各個黨團 對於那天的會議 到底是所謂合法不合法 有效無效 完備不完備 在議事錄上面的紀錄是不是 有登載不實 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有一個前提 大家都同意 就是 如果 就像剛剛吳秉瑞委員所講的 如果發現了程序 真的有那個瑕疵 那有必要到委員會裡面 重新的續行審議的話 那中國國民黨這邊 是不是可以同意 承諾 讓委員會接下來的程序 進行 不會發生 像10月5號那樣子的狀態 那如果我覺得 如果可以同意承諾的話 這個結就解開了 剛才我沒有用麥克風 現在是很正式的講 那個訴求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們要走下去 不要給我預設前提 我們就照會議的程序走 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現在我們走到今天 跟陳如時代力量講的 親民黨講的 我們講的 我們當時就已經對外宣稱 這個會議是無效的 必須要重開 這是你們沒有處理 我就跟你要求 那個協商的時候 就是提出這樣的訴求 沒有處理啊 這才會拖到今天 所以我們今天在從頭來過 也不為過了 這個我也很嚴肅講 不要怕人發救命 是你先來干擾 正常會議的進行 你用肢體杯葛 肢體衝撞 讓委員會的會 沒有辦法 照一般正常的會議的程序來進行 所以今天你在那邊講說 因為我這樣杯葛了之後 你這個會議要算無效 郭東雄 你當立法委員當這麼久了 我也當這麼久了 我覺得你這樣講話 真的非常的不公道 因為我們11個提案裡面寫得清清楚 每一個段落 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過程都很清楚 應該要一一的處理 一一的處理 包括時代力量體的 你這個提案很多 這個提案的很多都是過程 而且你是用你自己的角度在看問題 這個也沒有辦法去證實 你講的這個內容是什麼 所以還是要錄音帶 對啊 所以現在只要錄音帶 大家聽了 這個提案都一點用處都沒有 因為這個是你們自己寫出來的稿子 那錄音帶 剛才吳秉瑞委也特別講 錄音帶有沒有跟公報登錄的一樣 有沒有一樣 那就可以呈現 這一個審議的過程有沒有瑕疵 所以第一個就是看願 那個錄音帶 不是看你這一些內容 這內容大概 你從第二個案子開始 大概都是一些議事 你們聽到 議事規則什麼 然後寫下來連下來的 所以要一個一個案討論這個 第一案的真實性大家就會又吵架了 一點用處都沒有 那議事入事公報處有沒有造假 有沒有句實翻譯 這個大家一聽一對就知道 那一聽一對 如果是有嚴重的瑕疵 秉瑞委員也特別講 就是沖繩的沒有關係 但是不能再用 站主席台這樣的方式 不讓議事進行嗎 如果又站主席台 又回歸到 民進黨黨團 必須要另外找開會的場所 那又不是就是重演 還不是在那邊循環 那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市長也不一定 這個的源頭 我坦白跟你講 就像秉瑞講的 我在立法院看了 看那麼多年 就是執政黨把在野黨看扁 根本不尊重少數黨 才會有今天的事情發生 包括院長主持會議 我都覺得你都偏民進黨 我怎麼主持會議 這個都有記錄 這是沒有錯啦 我不會偏民進黨 但是我知道這個會議 如果你站主席台 你就是上帝來當主席 我唸個故事給你聽 我唸一個故事給你聽 2014年的5月31號7點12分晚上 蔡英文總統當時是主席 去參加了一個活動 有很多人就跟她開玩笑 或是說很認真的在問她說 這個霸占主席台 為什麼你們一直霸占主席台 蔡英文說 民進黨不是為了霸占主席台 而霸占主席台 表示是多數暴力 今天剛好反過來 就是你們多數暴力 我們才會有這些動作 回到源頭就是這樣好不好 我們想怎麼樣尊重少數黨 我們好好講一下 所以再回頭 我聽這樣的意思就是一樣霸占主席台 就像宴會的主席台一樣 蔡英文說 真的是不得已的事才要霸占主席台 所以現在講議事錄 不是貶義嗎 就是還要繼續霸占主席台 你剛好故意顛倒 那是源頭 有了這個源頭 我們今天才會講到現在的這個狀況 是你們霸占主席台 怎麼會是我呢 今年也有啊 怎麼沒有 上個月還不是一樣霸占主席台 上個月什麼時候霸占主席台 有啊也是你們霸占主席台 多數黨幹嘛霸占主席台 我就搞不懂 你們一直 為什麼一直要霸占主席台 我也搞不懂 今天不要有結論 今天不要有結論 沒有辦法有結論 因為我們人也都不在 來來來 等一下來來來 請問一下今天沒有結論 因為 據我所知 就是今天會開 是因為昨天在未還的時候 大家希望說 今天來處理嘛 那今天沒有處理 那明天的未還委員會 會進入議事錄確認的程序嗎 還是就一切按照 我現在就不懂了 因為這樣子很累 所謂這樣很累是說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解決 永無止盡的循環 那明天 除了未還委員會以外 其他委員會也有事情要處理嘛 那昨天本來是想說 昨天就利用未還的那個程序 來去能夠實質解決這個事情嘛 那結果大家說 今天開黨團協商來解決嘛 那今天黨團協商 似乎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明天就 就繼續嗎 這個未還是怎麼樣 昨天未還是怎麼樣 昨天未還他們又要來杯葛啊 那大家就說我們要開會啊 那到底是什麼樣 現在是只要民進黨要開會 他就要杯葛啊 我可以這樣子說 我可以這樣子說 因為我昨天跟柯總延商的時候 柯總有一套解決的方案啊 就說議事錄不要給他確定 會議我們容許讓他繼續 正常的開 你不要搞什麼議事錄確定 因為我現在要狀告地方法院 我告訴你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律師都告訴你 廖總召您剛剛說的事情是說 你們昨天本來有一個提案 當然那提案沒有定啊 是說會議讓他繼續開下去 那議事錄不用確認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你剛剛講的 我聽不太理解 你是不是可以把 就是說 昨天的建議是怎麼樣 比較完整的 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我要說明 昨天開會的時候 當然一開始都是程序發言 那程序發言以後 當然我們 董事長他一樣 提了十一個案還是二個案 那一本嘛 那程序發言以後就停下來嘛 停下來我就找 我就公共協商嘛 我說接下來要怎麼做 程序發言結束 當然已經要處理這些提案嘛 那我們想記憶處理提案的時候 當然我們人數多嘛 一個一個表決議都 這些案子都沒有了 就早上那個案子都沒有 這樣的時候你們一定會 要跳起來 要不自動你們 所以我昨天跟他協商說 那這樣好不好 而且我們兩個都上台發言 就是說今天 昨天會議 那就不再進行 昨天是在是少 黃保署來做報告 那我希望說 我本來是希望說 這個 我們所有的你這些提案 只有來超會學商來談嘛 那有環保署繼續報告吧 他們不要嘛 他們說不要 那他們 他們回話是怎樣 是叫 找環保署的 沒有 環保署報告 不要 我說好沒有問題 那禮拜三怎麼辦 就是明天怎麼辦 因為明天就要 禮拜三禮拜四 就照程序正統進行嘛 不再杯葛了嘛 這大家都上台講得很清楚嘛 但是呢 所有有關的這些十一個十二個提案 今天來這裡談嘛 昨天就是這樣嘛 就來這裡談嘛 那我昨天也跟你講說 也許不是談一次就會有結論 談兩次會有結論 對 所以禮拜三禮拜四 衛安委員會要繼續開 禮拜三要審查什麼 審查衛生部的總總預算嘛 他們答應說不會再杯葛了 至於 明天有議事務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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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什麼 確定 就是昨天 昨天那個發言而已嘛 那我確定不確定 無關紅石 也不確定也沒有關係嘛 本來議事務的確定 和很多審查報告是分開的 那昨天本來就是空的 所以那個確定不確定 還是一回事情嘛 我前來講會 他也前來講會嘛 所以明天今天我們一起來 大家來講 總會 總會我講得清楚 無空這次就說會好 我們台語沒有 還是到現在沒有 因為要請英明來主持 因為有正宗的正義事項 本來就是可以請院長來 來協商處理嘛 所以昨天大家上台 他上台和我上台講的話都是一致的 明天就照常進行啦 後來也照常進行啦 不然說有一個議事務確定 有這個事情 整個委員會就停下來嘛 昨天是這樣講的嘛 所以明天的議事務確定 不確定那無所謂啊 當然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是兩件事的 應該要再答 趙小翔不可能談一次嘛 這個經濟談沒有關係嘛 我們不會再答應他啦 他委員會不會再干擾了嘛 沒有錯嘛 我就簡單再確認一件事情啊 所以明天不會確認 10月27號的議事錄 這樣對嗎 10月27號 今天幾號 10月27號 議事早就確定掉了啊 請問10月27號的議事錄 什麼時候確認的 當天就確定了啊 哪一個 10月27號的議事錄 請問什麼時候確認的 昨天沒有確認議事錄 怎麼有沒有確定議事錄 10月27號是確定10月 10月27號的議事錄 是不是 10月27號的議事錄 到現在都沒確認啦 我只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明天不會處理 10月27號的議事錄 是 長官不確定嗎 長官不確定嗎 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不確定也無所謂啊 好啦 長官不確定嘛 因為這 既然我們幾包 沒有確定議事錄 沒有確定議事錄 我們是26號 沒有確定 沒有 沒有確定 那我現在在第二個事情呢 就是說 明天不會處理10月27號的議事錄 那第二個事情是 針對昨天 大家都有提出各式各樣 程序上面的提案 那那些提案是不是明天也不處理 因為昨天的狀態 我的了解啊 是那些提案都懸在空中嘛 等於是pending嘛 那之所以pending的理由是 本來希望今天在這邊解決嘛 那今天在這邊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明天那些提案就繼續pending 對 就繼續扶著 昨天 昨天我去的時候已經3點多了 因為昨天我去 對 都是在這邊處理 不到委員會 昨天我到台海醫院已經開刀了 所以我趕回來的時候 前面那整理就不知道嘛 然後 前面是一開始就整理 沒有確定嘛 所以就沒有確定 沒有關係啊 可是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第三案 關於這個黨團在委員會的提案 我們早上也講得很清楚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民黨立場其實是認為 黨團在委員會是有提案權的 那現在情況是 民黨還支持這個立場嗎 還是民黨立場已經改變 我給你講清楚 包括你早上晚上那個新聞稿 所有東西大家都走過啦 那時候是要3人以上嘛 所以把後面劃掉 那時候因為我們大陸抗爭嘛 所以有7條才去改嘛 要改的時候 所以有7條是什麼時候改 你看那個規則有57條 是2008年10月26號去改的嘛 可以改那個 後面劃掉 柯總知道 我不是要去跟你 阿Q那個 我只要阿Q說 你的發言 或是蔡主席去見王院長的時候 談的不是3加1變2加1 談的是黨團 在委員會的提案權 就是這個啊 不是啦 不是3加1變2加1嗎 不是啦 讓我把它講完嘛 讓我把它講完嘛 新聞你們的公開發言 不論是管碧琳委員 賴清德委員 所有的發言 或是目前還在立法院的 很多委員的發言 其實堅持的都是黨團在委員會的提案權 不是講3加1變2加1的問題 那我只是想確定說 那個就是黨團 就是你那時候的狀況我們只有3個而已 我聽 把它講完齁 那現在民黨的立場是 目前不支持 黨團在委員會的提案權裡面 就改變立場了 現在就是為什麼用德啊 我跟黃國中講得很清楚嘛 那是兩件事 德拿掉就是當然是 那是兩件事啦 那是兩件事啦 我現在要討論這個議題 也是帶回去 內部你們再討論一下啦 好不好 我要現在決定啦 五十九條 五十九條 我們會再找時間 那時候有的 那時候根本沒有修吧 然後個別的案子 也回去想一下啦 好不好 不然現在 也回去討論一下 第二案第三案 先討論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定期 再召集學商啦 好不好 好